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用不了破之力 苏唐失去的是戾气 戏凡是听力 慕林是嗅觉 秦孝敬和林姑娘是势力与亲功 除了突破斩破以外 没有其他办法 那怎么办 难道出去求救都不行吗 门都打不开 怎么求救 你们看这个 想必这就是楚敏前辈所说的斩破的印记 应该是经脉风阻造成的 我们顶着这个出去 是等着被抓进牢里吗 楚敏说过 我们只有一天时间 如果天黑之前都突破不了的话 那我们岂为是一辈子 都要带着这个印记 做够违法的残废啊 子言 我们走 你们要去哪儿 你们自甘堕落 但秦家人行的端做的证 绝不沾染斩破这等禁术 你们既然已经搭上了这肃贼权 不如陪我这小子闯一闯 陆婷马上就要追上俺了 咱们必须找个地方 尽快斩破 陆萍 陆萍 夏薄姐是想利用此事对付我哥 若我斩了破 秦家就完了 我们先出去 再找哥哥一起想办法 不行 你现在还没有突破斩破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我不会让你出去 便宜了洛婷他们 走 五塔救命之恩 我很感激你 但我们终究还是不同 你只要对你自己负责 而我背后有整个秦家 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师妹 你都要他滚了 他还愿意保护你 师兄真是感动啊 若婷 你要抓的人是我 不要牵连他人 当然 我只要带你一个人回去复命 就足够了 这个爷小子 还是死了清静 快走 只有我 走 走 左前三步 上三寸 不行 外面有干扰 我根本听不到石子的声音 秦小姐 你不必用耳朵听 你听我指挥就好 不会错的 再来 右两步 下两寸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万一是你说得不准呢 秦小姐 这地方就这么大 若婷很快就会找到我们 我不行了 以前总是想着多帮哥哥一些 最后还是我拖累了他 我真没用啊 这是什么曲 我也不知道 这首曲 从小就在我脑子里 在山海落那几年 熬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哼起这首曲子 让自己坚持下去 你呢 你有没有想要坚持下去的东西 我不想只做官家女子 我也想有一帆成就 至少 至少是个女英雄吧 锦桑 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都有自己想要坚持下去的东西 所以请你相信我一次 我可以坐你的眼睛 糟了 来不及了 你们两个果然躲在这里 师妹 我就说 斩破哪有那么容易突破 师父很快就到了 你兄长应该也一起来 到时候我也保不了你了 有本事冲我来 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英雄 好啊 让我先解决了你 再跟师妹好好说道说道 小子 我 小子 不是很厉害吗 让我挑断你的手脚筋 看你还怎么狂妄自大 好 女英雄 有钱两步 上两寸 你 你 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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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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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点啊 明明 你感觉这几个可爱的小徒弟 你喜欢吗 斩个破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 别高兴了 太子 我多的是法子折腾你 明日记得早起来这儿 师父在乡 起受弟子一拜 有一些病啊 只有姑娘能治 那你又是从哪位姑娘手上 把这个林姑娘给骗过来的 是个瑟莉内人的傻姑娘 哥 这是真的 十日之后点破大会出事 我们终于能找到文革城了 大师兄 你看人家物馆都采集招展的 就我们破破烂烂的 像个杂牌军一样 太寒酸了吧 你说 师父为什么不给我们准备准备 点破大会比的是武功 不是行头 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不重要 哥 咱们这次 真的能见到文革城吗 这一次 一定可以的 哥 怎么了 坐下说 点破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这一轮考亲戚书画 指不定下一轮又是什么麻烦 我们得另想办法见文革城 不能总傻呆在这儿考试 那大师兄怎么办 还有师父 莫林 六平 我找了你们好久 你快跟我去吧 文叔叔已经走了 好 云云 文睿应该已经送文叔叔回府了 哥在处理点破 一时间回不来了 你骑我的马去 抽签那边 我会让西凡替你处理 驾 将军吩咐了 先生三年前在雪原上级根本 需要悉心调养 点破的事物 将军自会处理 谁 文将军无妨 我想应该是野猫 在园林里玩耍 那先生好生休养 末将就不打扰了 告辞 宋文将军 文将军请 阁下躲藏多时 何不出来与文某一叙啊 为何替我隐瞒 我这里呢 常有些年轻人 偷偷摸摸想走后门 我能感受到你的破之力 并无杀意 想来也不是来针对我的 我不是来走后门的 我想问一件事情 你的伤 是不是山海楼所伤 你知道山海楼 陈年旧事罢了 既然你提起了 我跟你说个故事 三年前 我行走江湖时 在山海楼 救了一名天资聪颖的少年 来 然而把他救出去没多久 就再次遇到山海楼的人追杀 来 但我寡不敌众 受了重伤 武功全非 是秦将军救了我 所以我一路追随他至今 你的武功 是为了救你个孩子才废的 武功而已 哪有人命重要 我虽然被废了武功 但我还有双眼 秦将军待我不保 我能为国效力 塞翁驶马 胭脂非佛 尹先生 我也想给您讲一段旧事 十三年前 一个孤苦伶仃的男孩 被掳去山海楼 他被折磨了很久 原本以为自己要死在那里了 只要有一位大侠把他救出 直到有一位大侠把他救出 男孩活下来以后 一直想要寻找自己的救命恩人 可却毫无音信 他只知道 他的恩人叫刀 小魂所破 小魂所破 真的是你 你还活着 大 不 雷叔叔 我找到你了 值赛区获胜队 天赵女队 东赛区烟火已经燃尽 最后走出赛区的即是胜者 可以击鼓了 水灵了 他已经你们看了 大师兄 虽然咱们摘封现在有了五福 但我总觉得还差了些什么 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不重要 谁说不重要了 大师兄 乡下五堂这四个字 你听过多少次了 摘封的面子 你不打算好好替师父挣出来 怎么挣啊 我没有包袱 快看 圣者出来了 我没有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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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摘封堂 陆萍 让大家久等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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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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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 苏唐 苏唐你来 这就是天下第一次喝的本事 撒手 不知道文叔叔 是否还在杏花楼等我 我还是得去一趟 哥 你去哪儿 你们先回营地吧 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 要去多久啊 放心吧 大师兄 既然我已经回来了 一定陪你们战斗到最后一刻